好,那現在從這個紅糟肉拍好之後,現在就要回家了 也許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值得拍的 2012年度,現在在那邊 現在是一個青衣艦 好,很不容易 是一個紅糟 這次紅糟,是在另一邊 兩邊,在紅糟 原生壁,是在紅糟 原生壁,是在紅糟 是在紅糟 很快,是在紅糟 這邊有個加油站 現在加個油好了 這邊還有蠻多值得吃的地方 距離剛剛我吃的紅糟樓就在附近 今天台北市的天氣不錯 這個夏天真的是扁扁扁站在站 那現在就已經加好了 這樣子真的好漂亮 所以這個奇異其實是因為它 那路上有拍到是不違法的 跟各位說一下 有看到就好了 因為這樣拍拍也怕人家不高興 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個女生 但是最美的還是M少 上次有一次在公館也是看到很漂亮的辣妹 但是那次也是沒有拍到的 男生愛美女女生愛帥哥這都很正常 但是不要家庭破碎就好了 要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這個很重要 好 因為紅糟肉就吃了三百塊 所以我覺得 今天就拍到這樣就好了 不然花太多錢 其實這幾天我一直都花了很多錢 其實這幾天我一直都花了很多錢 哈哈哈哈 這邊就是很有名的 集美早市 甚至我同事還有人住在這裡 也不見 就是說 來給你 那邊 走 我來給你 哪裡 都給我 它 今天我就要上班了 所以影片就變得不會那麼多了 就早上影片 晚上影片 那就希望各位能體諒 然後也會鎖定在一個範圍之內 因為我家是祝永和 上班的地方在信義區 所以就在這個周邊的區域來拍攝 有時候甚至有可能會重複 沒辦法 因為我還要賺錢養自己 沒有辦法說像有業配的人 可以這樣子自由自在到處跑 北中到處跑 這個就是我影片的缺點 我只有放假的時候才能夠到處跑啊 比喻啊 各位要體諒啊 那昨天有人講說唱歌很吵 那就這樣特殊的風格一次就好了 有人喜歡我講話 有人喜歡我唱歌 這個好像也都很矛盾 好 剛剛心情是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剛剛那個妹妹很漂亮 哈哈哈哈 想說拍個街景順便拍到他啦 請原諒我的支持 我都很誠實跟各位講 M嫂也會知道 其實M嫂也會看我的影片 她只是沒說話而已 其實M嫂她自己也知道 我是一個眼睛不乖 但是很忠誠的男人 哈哈 我只是眼睛不乖而已 哈哈 以前她是我女朋友 有時候就曾經有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我牽著她的手 然後看別的妹妹走過去 就是那種 像那樣子辣辣的 類似她很生氣 還都氣哭了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我只是眼睛不乖 就像我剛講 好 漂亮女生都喜歡欣賞一下 但是我最愛的還是M嫂 我最愛最愛的還是M嫂 我最愛最愛的還是M嫂 要是當初不愛她的話 我就不會拋棄家裡的一切 我就可以跟她一起結婚 跟她在一起然後結婚 跟她在一起然後結婚 當初我犧牲很大 所以這個被愛心迷婚的頭 就真的是這樣子 哈哈 村海徵求 然後一樣M嫂待在家裡睡大頭覺 所以我是一個人出來指導的 M嫂其實還蠻喜歡睡覺的 不像M嫂我這樣 雖然年紀大了 還是喜歡到時候 趴趴趴趴趴趴趴 哈哈哈哈 好那剛剛有碰到我的粉絲 跟她聊天聊得還蠻愉快的 那希望這M粉也有愉快的一天 跟我身材一樣胖胖的帥哥 來吧 基隆路右轉 天啊 又是紅燈啊 朋友啊 她一分爆 這家購物館水煎包到底好不好吃啊 知道朋友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有時候看起來聲音好像不錯 我都還把等時間的 等紅燈時間卡掉了 等了一分半 快點 小撗子 那一分的火車 小撻子 太多了 太多了 小撻子 朋友啊,現在就上橋了喔 朋友啊 過橋喔,過橋喔 對齁 五月份的M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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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說祝你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男生健康,女生美麗 祝你生日快樂 健康快樂 心想事成 不趕快唱唱 有時候一直拍一直拍 就忘了這件事啊 又是一個紅燈了啊 非常好 超級的 男人 超級越來的 負荽 2天 mour procedures 對 有M粉問我說我拍店家是有限通知還是零食起義 其實都是零食起義的都沒有電話預約的 通通都是直接去直接問開始拍 M叔不喜歡拍假影片 所以都是來真的 零食跟店家接洽然後開始拍的 都是零食都沒有什麼先電話預約的 除非像蕭阿姨因為有我的LINE 所以他會通知我他有新產品 這不算是業配 是因為他人不錯東西也好吃 然後反正我是不搞假的 就算我去的時候我也不跟他講 我只知道什麼時候有新的產品去拍 就這樣而已 這個人生最真實的拍攝 這個是M叔的宗旨 M叔不喜歡搞假的事情 包括我現在要左轉右轉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右轉 因為我想要喝飲料 好渴喔 紅椒肉吃一吃蠻渴的 事實上那家飲料店又很漂亮的美麵 不知道這時候在不在 然後老闆還蠻客氣的 就算是出現好 很快 不用怕 是 不在乎 我不會 很快 四季,然後微冰無糖加厚 30,好 好,這家四季很好喝 40,大杯50,然後當杯就好了 好,謝謝 好,那昨天有M粉在問說這個茶是什麼 這個就是四季 名稱叫四季 喝一下就沒了,一杯30 但是好喝 等一下我先去傳一傳影片,然後就要回家休息了 我要去某個地方,用他的Wi-Fi幫助我影片快點上傳 好,看個人啦,個人蠻喜歡喝四季的 茶香很芬芳,香氣很足 然後喝起來不會苦澀澀 就是很順口,有點像高山茶的口感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喝喝看 這個清新福全在到處都非常常見 很多分店的飲料店,然後也算比較平價 我跟你講,有的店啊 有的店的飲料就40到60之間 他們就算30還算蠻平價的 然後茶也還蠻好喝的 那今天我早上的這個拍攝就結束了 那各位就是有去我經過的店 或者是飲料 那就祝你用餐一塊,喝的開心 好,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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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